嗨,大家好,我是豪哥Dev,一名看家里的地产经纪 今天呢,帮客人看房来到了这个北边新区的这个样板间 现在这个样板间有什么特殊的呢 它可以买完之后呢,过户之后,builder直接给租回去 然后呢,每个月给你房租 这样啊,也省区的找房客的麻烦了 现在可以签一年的房租 这个Lintern House呢,已经建好了合法的second suite 那具体这房子什么样呢,我就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一进门的门厅对面呢,就是客厅 这个房子是在街角的corner落得上 所以侧墙呢,有两个小的采光窗 全屋面积1745尺 一楼855尺的实用面积呢 设计有客厅、餐厅、厨房、powder room 还有一个可以三人并坐的倒台 房子建有侧门,所以楼上楼下可以分门出入 这里面呢,是地下室的洗衣房 楼下的卫生间呢,是一个权位 其他全开放的空间是客厅还有厨房 地下室的使用面积是590尺 分开的两个卧室呢,各在房子里的一边 也保证了两个住客的个人隐私 虽然面积不大,但实用的设计做到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不仅满足了所有的生活功能 还为房客考虑到了作为投资属性单元的隐私需求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了二楼的空间 二楼的使用面积是890尺 除了三个卧室,也设计出了家庭活动的空间和洗衣房 这是公用的权位 160尺的主卧呢,建有walk-in的closet 也有双洗手盆的卫生间 这是第一个客卧,面积有100尺 楼梯口正对着的呢,是二楼的洗衣房 二楼的另一头呢,是家庭活动空间 一个小厅和另外一个100尺的客屋 这个房子builder可以leaseback至少一年 而且呢,租金价格是高于租房市场的 作为投资物业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或者卡尔加里感兴趣 请跟我联系 感谢您的时间,咱们下次再见